SKY CASTLE 收視破22 刷新紀錄 這些配角超回挑劇本 狂喜賀喜 SKY CASTLE 成為最新一代神劇 19號播出倒數第三集 收視率22.3 刷新有線電視紀錄 成了有線電視史上最高收視 劇中飾演宇宙的19歲IDOL 江燦希 被人陷害入獄 這場景操演熟的吧 蔡西2016年 存在TVN神劇信號 飾演品學兼優 招陷害入獄的男主角哥哥 這回演出SKY CASTLE 收視率 跟信號一樣逆風高飛啊 兩部戲的人設基本一毛一樣啊 跟蔡西一樣會挑劇本的 還有續編私心最愛的雙胞胎嗎 世思一攝影 SKY是韓劇名熟悉的老面孔 這是雙胞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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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一隻手 很演出紳士的品格中 竟和那傲娇是有事啦 金社長在哪裡 這裡有水管理嗎 演的都還是話題杭劇 影社長上典雅貴氣 是有名的富家女專業戶 這回在SKY CAST中 越演到後面 越來越把氣歪囉 蔡美玉熙 我們 結婚了 當場這Pyramid 毀不斷 孩子們 強調的 在他的所谓的朋友们 几乎你教育和专宗教育上的文化 就是你教育的文化 这个文化文化母语言 这位文化文化呢 成! 奢侈了 上少年 他比赛的孙去人和奖学党 我去苏母组的香港的文化 吁钱也不是 他比赛的孙去教育 很多的文化 成! 不认识的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